向来替民众消费权益把关的肖基会又被业者指控资料有错 那个人还记得不久之前肖基会开了一场记者会 宣称市面上部分的险金跟险定的钠含量过高 只要吃两颗险定就会超过人体一天所需的钠含量 这个消息引发部分的消费者恐慌 产品订单大减 黄金险突然就滞销了 让养殖业者损失惨重 他们今天要求肖基会必须要公开澄清 并且道歉否则就要提告 而消息会则回应说 检验的数据并没有问题 只是可能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一时口误讲错了钠含量的单位才会引起误解 标识不符的部分的话 按照法规的规定的话 其实是可以要求业者要做一个改善 就是这一段新闻画面 让花莲黄金贤养殖户跑到台北开记者会 消息会日前对外宣称 市售险金和险定钠含量过高 有的甚至超标20% 只要吃两颗就会超过一天人体所需 消息一出黄金贤没人要 险农损失惨重 不只退回来 我们甚至险农在养殖黄金贤的过程当中 这些险都不晓得要行销到哪个地方去 因为变成自销了 总值来讲能关照大家数十一 业者气氛难平 表示一颗险定钠含量只有0.8毫克 远低于卫生署规定的 一天不得超过2400毫克的量 如果跟白饭比较 一碗饭的钠等于25颗显定 一片吐司的钠相当于210颗显定 甚至一碗泡面要吃2800颗显定 才会有相等的钠含量 如果你要达到超过2400毫克 你必须要吃到3600克 甚至于更多 业者只希望消息会澄清道歉 把话讲清楚别误导消费者 他们就不会提告 不过消息会表示 当时检测出来的数据没有错误 有的产品中的钠含量 确实超过标示含量20% 至于会造成外界误解 以为吃两颗就会超过一天含量 可能是当时受访的杂志发行人 一时口误 其实消息会弄错不是第一次 日前消息会指部分有机蔬果是假有机 结果被农民传真连署抗议 说要提告 更早之前2006年 消息会也是因为点名有机蔬果 验出农药 结果吃上官司还败诉 判赔150万元 这期显定风波 显农杠胜消息会 消息会的诚信恐怕又会打折扣 记者张欣诚博玉台北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诞亚学书